许清话语传出的同时,队长已经转头,看见了挂在远处衣架上一件件闪闪发光的宝衣,眼睛顿时直了。 宝衣足足数十件之多,每一件都是整齐地挂在那里,布料很是平整,没有一丝一毫的褶皱,且彼此之间还有间隙。 从细节去看,可见主人家对这些衣服的喜爱。 而这里的宝衣以群为主,其中一件翠绿烟纱臂侠群,其上以仙玉练成素丝,绣出大朵牡丹,更以仙金点缀,位移拖地的同时,可见下摆如粉色水仙散花般,颇为绚丽。 尤其是衣旁还套着金丝薄烟翠绿纱,可以想象哪怕寻常女子穿上,也都会华丽生辉,更添几分自容。 还有一件碧绿宫装脆烟衫,紫蓝蝴蝶暗纹隐隐绰绰,更是时而飘散幻化出来,在外飞舞,栩栩如生。 下摆散花水雾绿草白者群,看起来艳丽非凡,盈盈流光,而这上面的布料若做成贴身之衣,必是惊人宝甲。 并有一件白衣尾的素色袍,以齐树之丝,在衣料上绣出了奇巧求竟的枝干,以衣植之脉络,绣出一朵朵怒芦芳的梅花,散出清零之意的同时,隐隐有一兽之影,在这衣衫外幻化。 林林总总,这数十件宝衣渐渐不同,每一件的材质都超凡脱俗,价值极大的同时,上面点缀的珠花,也都散出让人修为加速运转的气息。 这些,不仅仅是队长眼睛直了,实际上一旁的盐盐眼睛早就直勾勾地盯着这些宝衣了。 只不过队长看的是这些东西吃了卖了的价值,而炎炎则是纯粹被其绝美所打动。 直了!队长咽下一口口水,猛地冲去,直奔宝衣,瞬间就包下了一件,想要收入储物袋带走,可却发现无法收入。 这些宝衣本身奇异,具备非凡特性,难以被放入储物袋内。 我早就猜到会这样,小阿清,玄优宗的是你回头可要帮我处理好,我这是为了我们的大事,才去弄下那颗牙齿的。 队长说着,右手一挥,顿时其面前出现了一颗一人多高的锋利大牙。 这大牙上有一片区域,被金色侵袭,已伸入牙齿之内,此刻一出现就有惊人波动散开。 许清扫过后,立刻认出这颗牙,正是妖蛇的牙齿。 炎炎没见过妖蛇,看到这大牙后吸了口气,感受到了这此牙的不俗。 手里有牙,队长傲然。 他抱着牙齿,在这衣服上狠狠一滑,在炎炎的心痛中,刺拉一声,那件很是好看的翠绿烟纱臂霞裙,直接就被队长生生豁开。 随着豁开,宝光暗淡,好好的一件衣服,此刻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。 而队长似狠享受这个声音,快速地划来划去,就这样刺拉刺拉之声中,这件宝衣一片残破。 但不影响上面点缀织物的收取,以及这些布料本身的价值。 眼看这牙齿如此有效,队长无比振奋。 当初看见幽精娜老娘们的衣服,我就在想若有一天弄到这衣服该如何去豁开,这不,有了此物,以后什么宝贝我成二牛豁不开。 队长仰天长笑,就算被玄幽宗扒了皮,我也认了。 许青眨了眨眼,适当地表达动容之意。 队长看到这一幕,心情越发舒爽,许青趁机快步到来进前, 与队长一起抓着这些残破之物,成功地放入储物袋后,二人不需要开口,就分工很是明确。 许青负责拿衣服,将其凸展开,将有价值的地方露出,而队长需要做的就是抱着牙齿不断地划开就好。 于是很快,此地的刺辣之声不断地回荡,一旁的炎炎看得无比心疼, 虽不是他的,可他能想象这件事幽精灵尊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暴怒癫狂。 此刻望着很卖力的许青二人,他低声嘀咕了一句。 那幽精灵尊也是造孽,不该漫藏会道,被你们惦记上了。 这种事,估计他发现后必定蹊跷生烟,撕女人的衣服,你们太损了。 队长文言耻笑一声, 这算啥,我和小阿清的师尊也就是老头子,他才损呢。 当年老头子还年轻,我亲眼看到师母和他吵架,师母生气之下怒毁了师尊一些心爱的骨骑欲剪。 队长抱着牙齿,继续豁开面前宝衣,随口继续说道。 然后,师尊风轻云淡地取出一把剪刀,将师母心爱的那些衣物取出,当着师母的面全部一刀刀剪碎。 当时,师母眼看这一幕先是愣了一下,随后直接气炸了,因为这事,他们两个三年没见面。 许青看了队长一眼,没说话,他关注的重点是队长说的当年老头子还年轻这几个字。 师尊如今年纪不小了,从这也能看出队长的重修应该不知多少次了。 而炎炎关注的是这件事带来的感觉,毕竟男人对于事情首先是逻辑,而女人对于事情注重的是感觉。 于是,她很容易就带入进去,感受到了许青师母当年内心的抓狂。 真损,言言无语,但也飞速加入进去,帮忙收取。 就这样三人忙碌起来,渐渐将那数十件宝衣都豁开。 只不过这些衣服的材质太过惊人,蕴含了磅礴的先灵气息,又银幽精,林尊身体高大,衣服极为厚重,任何一件堆积在一起,都如小山一般。 它们无法全部都取走,只能将上面最好的部分切割下来。 所以,很快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破破烂烂,有的呈一条条如门帘,有的则都是窟窿,好似乞丐服。 与此同时,外面的轰鸣还在回荡,越发剧烈,地动山摇之感也无比强烈。 许青眼看如此,立刻开口,我们走吧,再不走,会有危险。 许青说着,斩断自己内心对此地的贪意,身体一晃就要离去,严严犹豫了一下,也飞速退后。 队长原本心底还不甘,他准备再找找,又或者将地面的淋浴砖扣出。 可看到许青与炎炎要走,他忽然想到海狮族内的一幕,当时自己就是这么背过的。 于是他深吸口气,咬牙随着许青和炎炎飞速离开洞府。 嫁好就收,嫁好就收,我要改一改过分贪婪的好习惯,这一次不能贪。 队长一边走,一边在心底暗自发誓。 很快,三人就顺着入口窟窿冲出洞府,各自开启隐匿后,向着山下几池。 在三人离开不久,这洞府窟窿外,一道红色的身影飞速靠近。 这是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女子,脸上戴着白色的面具,遮盖了相貌, 肩上扛着一把一人多高的黑色恶鬼镰刀,散出阵阵诡异的波动。 而她身姿轻盈,刹那临近后四下打量,随后轻笑一声。 郊内的那些长老总是说三林中的幽精灵尊洗藏宝物, 此番我趁机来此,倒要看看这幽精灵尊有什么宝物。 女子说着,一步踏入窟窿内,进入洞府中,面具下的美目看向四方。 其目光首先所望,是干干净净的地面。 虽外面大战,山体处于坍塌之中,可此地很奇异,居然这般整洁。 女子低语,但下一瞬当她抬头看向四周的墙壁时,愣了一下。 墙壁上很多地方都有凹槽,看其造型似曾有珠子在内。 女子迟疑,快速走过洞府,在多个房间里,查看后面色渐渐难看。 她发现就连桌床之类的家具也都空了。 直至最终看到了满地残破的衣衫,她吸了口气。 有人比我快了一步,此人莫非老鼠变得不成,又或者与幽精灵尊有深仇大恨,竟这般毁衣夺宝。 女子猛地回头,飞速离开,心底满是警惕。 与此同时,在第三山靠近山脚的位置,许青三人隐匿自身正急速前行,打算离开这片区域。 如今满载,许青本能地不想继续留下,尤其是想到储物袋内的那些宝贝。 她想尽快离开,不想发生如海失足那样的事情。 但队长则是满脸遗憾,她觉得这一次很不过瘾。 小阿青,这一次不刺激啊。 队长低声开口,许青觉得这句话有点熟悉,立刻警惕,拉着炎炎加速吉尺。 队长在后面连连叹息,不时抬头看向远处的第二山,舔了舔嘴唇。 要不,我们去第二山再看看。 许青刚要开口,可就在这时,突然苍穹传来一声惊天轰鸣,更有凄厉之音回荡,传遍八方。 这声音太过剧烈,许青三人哪怕距离不是特别近,可还是受到了波及,三人身体狂震。 许青喷出一口鲜血,严严身体上碎裂了十几个玉碱,一样喷出鲜血。 队长同样全身一震,鲜血喷出中,三人骇然地抬头看向天空。 目中所看,苍穹上此刻分化三个身躯正在与三位执剑者交战的幽精灵尊,他的一句分身此刻竟被其对手执剑者,一剑刺入心脏位置。 一拳碎灭小腹,更有一尊大印幻画,散出恐怖滔天之威,弥漫了无穷道运,猛地一砸。 顿时,这幽精灵尊分身的小腹和胸口爆开,传出气力惨叫的同时,也被那蕴含道运的大印砸在了身上。 此印的出现,显然是早有准备且有所针对,此刻一击虽没致命,但也直接就断开了幽精本体与分身的联系。 下一刹,这重伤的分身直接就从天空呼啸坠下,砸在了第三山与第二山之间的大地上,地面轰鸣震动中,这分身失去了意志,一动不动。 而其伤口处露出的居然不是血肉,而是耀眼的仙灵之芒,以及浓郁至极的仙灵气息,文艺口,都让人精神振奋。 地面尘土飞扬,波动强烈,好似有地龙翻身,剧烈摇晃间,许青三人神色各自变化,严严是心惊肉跳,可队长那里,却是目中刹那疯狂起来。 小萌心瑟瑟发抖地祝贺大家,终于可以说话了。 我有预感自己好日子到头了,有一种老板们集体休假结束来公司上班的感觉。 那个我病还没好,老板轻点吐槽。 另外光阴之外,99999军订了,可。 然后求保底月票。